我是寶哥 嘿 我是寶哥 之後頻道不單單只會拍妙語的部分 也會拍一些佛菩薩的真實感應案例 讓大家增進對佛菩薩的信心 然後對做功課也比較做得下去 希望可以利益到大家 這次分享的是劉師兄 寶哥以第一人稱敘述 一位無師姐介紹一位師兄來測試 原本的體重是90幾公斤 奧萊莫名其妙降到了60幾公斤 面濃憔悴不堪 覺得應該是有糖尿病吧 就請他寫一個字看看 他想不到寫什麼 就寫一個一字 看字像是命懸一絲了 我告訴他說 你殺很多蛇吧 他說 嗯...對 燉蛇糖吃很多 蛇的稱心重 我看他雙腳很多傷口沒有癒合 他說他做夢都被蛇咬 為了手都會去腰咬皮 然後血不好 這樣的因果業力很難處理 只能告訴他 可以不要再殺生嗎 只有先懺悔 改過才有機會 他說自己感覺命快沒了 能做的一定去做 後來請他施術 送 《鑰匙金》 和《鑰匙流離光佛》 和《金色寶瓜妙行成舊如來》 的名號各108遍 其他的就看他自己了 後來過了一個禮拜 來問我一個夢境 他說他回去都有練 《鑰匙金》和詞佛號 晚上睡前都會遲到睡著了 昨晚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夢境中一個人腰間 配一個小鼓在打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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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的想 告訴他說原本要他的命 因為他持佛號 他來召喚蛇回去 還告訴他說不要再殺生了 這一次勞過一次 他夢裡看到一堆蛇 隨著打鼓的人離去 嚇得醒起來 隔天就趕快來問我 夢的意思是什麼 我和他說心可挽回命 最要存能道 命時照於心極胸為人招 重生就要珍惜剩下來的生命 或許是過去生有因緣和信心 才可逢胸化己 祝福他好好的 送藥師金及此佛號 金色寶光妙行成就如來 過去有發願 救度犯過殺業的眾生 好囉 這次的案例說到這邊 願大家都能受到佛菩薩的照顧 財固 會測 Mars 開始 Sheila